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嘛 今天的快讯要再跟大家聊一聊香港的最新局势 在8月31日这一天 虽然831大游行被警方驳回了 但是香港各地还是出现了许多自发性活动 也出现了多起的冲突事件 警方不断再次出动水炮车镇压群众 还首度喷噬蓝色的水珠 并且还有黑衣人点火射下防线 现场可以说是水火交战 不过后来有民众发现 纵火的黑衣人疑似是警方的卧底 而且还有黑衣人向警方投掷汽油弹 但黑衣人腰上却挂着一把手枪 而这把手枪非常神似警方常用的半自动手枪 也因此香港警方被质疑 在831这一天自导自演了多起冲突激烈的事件 这一天警方的暴力增压明显的升级甚至失控 警方不但再度开枪实弹射击 深夜有大批警察冲入地铁站 无差别的攻击地铁乘客释放催泪弹 打得民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甚至还有外籍人士被警方逮捕了 因此也有人将831这一天称为 六四事件2.0版 不过就在831这一天 香港民主女神雕像也正式登场 民主女神戴着头盔、眼罩、防徒面具 右手拿着雨伞、左手拿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 香港民主女神像与30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遥相呼应 好 到目前为止 香港局势的发展有许多特点与我们之前分析的相当吻合 其中包括了 第一 军方露面恐吓制造社会恐惧 之前我们提过 北京虽然战时不会出兵镇压 但势必会升级军事恐吓 29号凌晨 中共驻港部队首先出现在街头让民众看见 30号深夜 中共军车再次出现在香港街头 载着大批武装人员前往北角 对民众实施心理战制造社会恐惧 第二个特点是以警察为主要镇压力量 维持一国两制表象 虽然军方没有出动 但是镇压市民的工作交给香港警察负责 而且暴力镇压的力度大幅升级 警方不断出动水炮车攻击群众 发射大量催泪弹无差别的攻击民众 甚至还再次开枪实弹射击 恐吓香港市民 中共不让军方介入 让警察扛起武力镇压工作 除了是不希望第二场六四大屠杀在香港上演 以免招来国际联合制裁之外 也是想借此营造中共中央没有介入香港的假象 维持虚有其表的所谓一国两制的表象 第三个特点是警方卧底渗透群众 升级暴力冲突抓捕示威者 卧底渗透是香港警方近期的主要清场策略 警方派出大量卧底假扮示威者混入群众 除了攻击示威者抓捕示威者之外 还负责用极端暴力的行动来调起警民冲突 升高危机 为警方的高压震报制造合理的借口 比方说刚刚提到了 有民众发现向警察投掷汽油弹的黑衣人 腰上配有警枪应该是警察 也有民众发现 在路上对警方纵火的黑衣人 稍后这个黑衣人就动手抓捕了其他示威者 甚至还有卧底警察 在群众里头开枪攻击示威者 因此遭到示威者的愤怒反击 第四个特点是中共国安指挥 广东公安与武警介入香港 先前我们就多次提到过 中共会派出武警进入香港 假扮香港警察来镇压群众 因为中共武警的残暴手段和思维的冷酷 几乎可以用冷血没有人性来形容 在这次831的冲突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警察不但再次实弹开枪 还无差别的攻击民众 手段十分凶残 这种极其粗暴的执法手段 与香港警察的执法训练其实是大相径庭 应该是中共武警假扮港警 来残暴的镇压香港是吗? 无独有偶的 在8月30号清晨 广东民众发现了大批军警车辆开进深圳地区 疑似准备待命随时进入香港支援 此外这两天在网络上也流出了一份 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 对香港反送中运动批示的绝密文件 上头提到了原则上同意广东省公安厅深圳分局 介入进行跨区深港警察合作 除了实弹以外而不限镇压手段 这项指令跟当前香港发生的情况几乎高度吻合 如果这份文件是真实的 那就更加证实中共中央指挥广东公安女武警介入香港 所谓的一国两制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幌子 第五个特点是中共有意制造警察伤亡 嫁祸示威者 此前我们跟大家多次提过 中共与港府很可能制造警察伤亡 来借此升高警民内斗与冲突局面 也借此为示威群众扣上恐怖主义的大帽子 也为当局的暴力镇压行动找到合理化的借口 就在831前夜 突然传出有警察在深夜下班之后 被三个黑衣人砍成重伤 三名黑衣人逃以无踪 但是更诡异的是 隶属香港《东方日报》的东网 虽然能在案发后短短20分钟内就完成采访报导 将新闻发布上网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东网记者不但被香港市民嘲讽时年度最快手 更让香港市民质疑 整起案件是中共与港府自导自演的杀警案 想借此栽赃抗争群众扣上恐怖分子的大帽 巧的是 在网络流出的中共国安绝密文件中 最后一条指示写着 如果在紧急情况下 透过自愿者令香港警察应有殉职 以吸引媒体的眼球集中在暴徒上 换句话说 中共内部早已经准备牺牲几个香港警察 嫁祸反送中群众 作为恐怖主义的证据 以及身高武力镇压的借口 因此中共与港府的维稳套路和剧本 似乎没有新的创意 虽然这一套剧本可能在中国的封闭环境内可以适用 但是用在香港却反而处处流露破绽 在国际社会面前自破其丑 然而这也不禁让人为香港警察感到遗憾 警察为港府与中共卖命 最后却可能被自己人杀害 融为中共对人民战争下的牺牲品 实在不值得 第六个特点是黑帮势力出动攻击香港市民 之前我们提醒过了 中共要求民间爱国爱港人士出面止暴治乱 就代表中共会出动黑社会力量与警察一同 来攻击抗争群众 在831这一天 也确实再次出现了黑帮分子殴打民众的场景 虽然目前局势的发展 有多个特点与我们先前分析的相当吻合 但是目前还有一个重点还不明朗 就是香港此刻虽然是中南海内部派系争斗的战场 但现在似乎还无法明确看清 究竟是谁在主导整个战局 是习近平 王沪宁 韩正 还是曾庆红 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虽然现在香港局势依然相当险峻 但所幸香港市民持续获得各国领袖与政要的声援力挺 例如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强调 他说香港200万人走上街头已经传达了强烈的信息 他也说如果没有美中贸易谈判做制衡 那香港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麻烦和暴力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世界各国领袖都应该关注香港局势 并且呼吁北京要尊重香港的自治权和政治自由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也在推特上 抨击香港政府的830大抓捕行动 他警告中共如果镇压香港 那中国共产党要后果自负 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也再次声援香港 他呼吁中共不要让局势恶化 只要跟人民好好对话 一定可以找出和平的解决方法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重点是 过去反送中运动的抗争对象 主要是锁定在香港政府 但是这次831的抗争主轴 已经渐渐的公开瞄准中国共产党 不但社民连公开喊出了 我有权势为无需共产党批准 而根据我在香港的记者朋友 也告诉我说 在今天不少民众已经在高喊 驱除共党光复香港的口号 他们说831这一天 香港人已经打响全世界反共的第一仗 最后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请香港的朋友 格外格外注意安全 因为警方不但已经升级暴力镇压 严厉的暴打群众 甚至已经第二度实弹开枪了 或许接下来会渐渐的提高警方擦枪走火 过度使用枪械的可能性 再加上已经有中共武警进入香港 而且还有大批公安武警在深圳待命 所以不可以掉以轻心 特别是要留意在深夜到清晨之间 会不会有更多的武警公安夜奔香港 而且香港警方派出越来越多的卧底渗透群众 不但抓捕示威者挑拨警民冲突 还对示威者开枪攻击 所以我们请香港的朋友 不但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轻易的被卧底挑拨 另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请尽量搜证保全证据 一方面是可以通过网络向全世界披露这些暴行 二方面也是作为证据将来可以用来追究查办 这些滥用武力的香港黑警或者是中共武警 在台湾的朋友除了请继续关注香港局势之外 也请帮忙传播反送中的真相实况 因为有不少媒体受到中共影响 对香港局势不敢报道 减少报道或者只是做偏颇的报道 同时也可以拿着这些影像和新闻 给你们当地的政治人物看 帮助他们看清中共的虚伪与残暴 特别是对明年要参选的立法委员和总统候选人 可以询问他们是否还要支持中共的一国两制 他们是否愿意深渊香港 是否愿意捍卫台湾可贵的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 从他们的答案里 你就可以决定明年是不是要投票给他们了 至于中国大陆的朋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安全状况允许的话 或许可以帮助大陆的亲友了解香港反送中的实况 当然这难度很高 毕竟中共控制着全国的媒体每天在铺天盖地的抹黑 攻击反送中群众冰冻三十 一戏难化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或许也是一次机会 可以渐渐地促使中国民众反思 为什么党媒说的总是跟海外媒体说的是两回事 究竟真相是什么 中共与党媒是不是可能在欺骗中国人民 如果中共真的在香港事件的报道上欺骗人民 那过去的其他事件是不是也都是这么干的呢 各位有条件的大陆朋友或许可以考虑这样做 帮助中国人一点一滴的 破除中共常年埋下的思想屏障 好 今天的快讯就先聊到这里 还请各位香港的朋友 这几天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万事小心 那也请香港以外地区的朋友 继续关注香港的局势 因为这次香港的局势不但会影响中港台3D 并且很可能会对全世界的未来格局带来影响 或许我们可以说今天的香港正好是世界的十字路口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